腾讯体育市,北京时间8月23日,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游泳比赛,在彭加诺体育中心游泳中心展开第5日争夺,女子50米挖泳决赛,日本名将林沐聪梅,以30秒83成功未免,并打破亚运会记录。 中国选手冯真良原本第一次撞线,但受益对手犯规,最终以31秒24获得一枚铜牌,女子50米挖泳从多哈亚运会开始成为正式项目,首届比赛,纪丽萍当人不让,塔利亚日本选手北川芒妹,套着金牌,四年之后的广州亚运会,王燃迪和赵锦巴揽冠亚军,当时还不满20岁的林沐, 林沐聪梅,获得铜牌,上级人穿亚运会,林沐聪梅复仇成功,登上最高领奖牌,将中国队参联冠孟岁,亚加达亚运会,中国队派出了索远和冯俊阳参赛,索远是人穿亚运会该项目,银牌得主,冯俊阳在全国选拔赛脱营而出,日本队由林沐聪梅和四春梅岁, 出战,其中林沐聪梅,力争未免,不过四春美岁,近两年的表现也不错,进步速度很快,这届比赛,日本队整体实力略战上风,索然和冯俊阳压力不小, 该项目的世界纪录,是由美国名将莉莉金在2017年,创造的29秒40,亚洲纪录是由中国选手陈桂佳在2009年,创造的30秒46,而亚运会纪录是由林沐聪梅,在本届赛时,游出的30秒96,决赛开始后,林沐聪梅游的速度非常快,一路领先,最终以30秒83的成绩获得冠军, 他的队友四春美岁以31秒12获得亚军,新加坡选手荷罗恩,以31秒23获得冠军,冯俊阳以31秒24获得第四,索然以31秒42获得第五名,然而,四春美岁的亚军成绩被取消,因为他的比赛中犯规,这样,荷罗恩获得亚军,冯俊阳获得冠军,索然获得第四名,秋新, 这是一个适合的军事不就可以了解冠军人。 发在少了一度架迅速度,同一个军事是IVE刀的这种军事,